Hello everybody,我的名字是Kai1 今天讓我來快速開箱這一個AOC的CQ32G1 超級便宜的電鍵螢幕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像這個盒子很棒,它有很多小圖示 教你如何把螢幕正確的拿出來 它的包裝也包得太花俏了吧 包這麼多膠帶 在看什麼 OK,所以盒子裡面有螢幕的角座 還有一本說明書附上一片CD 還有一條DisplayPoint線 這很難得 還有一條HDMI 可以一條電源線 還有一根螢幕後面的支架 這個螢幕後面的支架也不用任何的工具 可以直接用手就可以把它鎖起來 這個棒棒 OK,這就是我們的AOC CQ32G1的32吋電鍵螢幕 螢幕後面有兩個HDMI 1.4 一個DisplayPort 跟一個3.5mm的耳機孔 螢幕後面的設計看起來還頗簡單的 就是一些簡單的線條 後面這個設計很棒 這個洞可以極限用 所以你的線就不會亂七八糟 這個螢幕的位置調整 它只能上下Tilt 它連螢幕的上下高度調整 左右轉動都沒有 它只有Tilt Up Tilt Down 那螢幕的外觀差不多就這樣子 我們就直接接上電腦來試用看看囉 OK,我們切換到電腦之後 我們就來測試三個大重點 FreeSync Motion Blur Reduction 還有Overdrive 這三個大功能 第一個FreeSync 也支援G-Sync 但是如果你要開啟Motion Blur Reduction的話 FreeSync就要把它關掉 沒有辦法同時開啟 接著我們來測試MBR這個功能 那我用120格來拍攝 每一格畫格都是0.5毫秒 那AOC這個螢幕開啟Motion Blur Reduction 在三個畫格之內 畫面就可以在螢幕上完全消失 那換算一下大概就是在1.5毫秒左右 就可以完全消失 AOC的Motion Blur Reduction 可以調整強弱 那神奇的是開強一點跟弱一點 效果非常的相近 都差不多在1.5毫秒以內 那我個人覺得 不用因為一點點時間的差異 而損失非常多的亮度 因為你開啟Motion Blur Reduction 你的亮度會減少 開得越強 亮度越暗 那下一個功能就是Overdrive 它可以讓你的螢幕 更快從黑色切換到你要的顏色 那第一個測試就是沒有開Overdrive 螢幕畫面快速移動的話 冰雲就是一點點的動態模糊 這就是正常螢幕都會發生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 如果把Overdrive開到墻 是還蠻OK的 畫面快速左右移動的話 只出現了一點點的 綠色藍色的邊緣 整個奇怪顏色抑制非常好 Overdrive還有一個增強的功能 但是你也要把你的FreeSync給它關掉 那Overdrive開到增強就有點過頭 那個綠色藍色的邊緣 看得非常頭痛 好像我嗑藥一樣 接著我們就直接來講這個螢幕 最喜歡的優點 第一個優點就是2K螢幕 144Hz 32吋的螢幕 這三個組合就是非常完美 下一個優點就是 可以快速的切換你的預設值 你只需要按兩個按鍵 就可以切換到下一個預設 超級棒 下一個優點就是可視角度 它的可視角度非常的好 不管上下左右都看得非常清楚 色偏也幾乎完全沒有 整個螢幕看起來就非常舒服 色彩空間超級超級寬 顏色都非常的美 SRGB有完美的100%覆蓋率 那如果你需要其他的色彩空間 像是Adobe RGB 那你就只能去找其他的螢幕囉 那這個螢幕的對比 超級超級強 黑色非常的黑 跟我舊的IPS螢幕比 根本就是天地的差別 Motion Blur Reduction的原理 就是在畫面跟畫面中 插入黑色的畫面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螢幕會一直閃爍 那這台螢幕的Motion Blur Reduction 可以調整強度 超棒 你會把強度調弱才不會閃爍得這麼明顯 那Motion Blur Reduction 大概只有在玩遊戲的時候 會把它打開吧 平常閱讀啊 看個網頁 看個YouTube 螢幕一直瘋狂閃爍 眼睛真的會很累 整個優點講完 簡單來說 這個螢幕就是看起來 用眼睛看起來 非常完美的螢幕 那接著我們來講到缺點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螢幕的支架 不能轉動 所以如果你要稍微轉動一下你的螢幕 你就要把整台螢幕抬起來 那你要知道這個32吋的螢幕 非常非常的重 真的會搬到滿頭大汗 螢幕除了不能轉動 高度也不能調整 我覺得這個螢幕的支架做的有點太高了 以我180公分的身高 用起來我都覺得太高了 那正常人用的話 脖子應該就會非常非常酸 下一個缺點就是 它的螢幕角座太突出了 這樣螢幕要推到非常非常後面 才不會壓縮到你的操作空間 那這個曲面螢幕是1700R 所以你要到1.7公尺 才會剛好在圓周上面 我覺得那才是最佳的觀賞位置 那正常使用電腦的話 它也是比平面的螢幕 更有沉淨的感覺 螢幕的下方有少少的暗角 算是還可以接受 那整個螢幕的畫面 我覺得有點太過度銳利化了 而且選單設定中 完全沒有銳利化這個選項 真的非常神奇 講到選單 選單裡面的說明也非常爛 像是Gamma可以選123 請問123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還上網找了說明書 連說明書都沒有寫清楚 那還有像是sRGB模式 為什麼會在色溫選項裡面呢 然後什麼遊戲色調 根本就是飽和度設定 螢幕設定裡面有一個暗場控制 這個功能太爛了 根本就是把整個螢幕的明度調高跟降低 正常人根本不會用到這個功能 玩遊戲也不會用到這個功能 如果你想要看清楚暗部 你就把對比稍微降低一點 把亮度開到最亮 這樣子就好 不要用這個什麼奇怪的暗場控制功能 那我以為可能是中文翻譯比較爛 NO 英文的說明也是一樣 一模一樣 那還有剛剛講到的 Freesync跟Motion Blu Reduction不能同時使用 Overdrive增強模式跟Motion Blu Reduction模式不能同時開啟 但是這兩個模式觸發的功能都非常相似 都是在畫面跟畫面中插入黑色的畫面 最後一個缺點就是沒有辦法自訂螢幕上的按鍵 官方設定一個很荒謬的準星 第一個為什麼官方要用這麼荒謬的準星呢 你也沒有辦法去調整這個準星大小顏色 完全不能調整 第二個為什麼不能自訂一下這個按鍵的功能呢 如果可以讓這個按鍵觸發像是 綠藍光功能啊 或是常用的一些功能 這樣子我覺得會讓這個螢幕更好更加分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AOC CQ32 G1 超級評價的電競螢幕開箱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瘋狂開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Ai